真是太美了 那婀娜的身姿 舞出了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 说到江南的诗情画意 你有没有想起了江南的无农卵语呢 有没有勾起你对家乡的回忆呢 接下来让我身边的才女小红 用方言带来一首海子的诗 接下来让我身边的诗情画一首海子的诗情画